因为这一波疫情的关系对于许多市场的摊商来讲 造成了些许的经济影响 为了体谅民意并且共同为防疫来努力 凤林镇公所3月起就开始减少公立市场的租金 希望在这波疫情当中能够减缓民众的经济压力 虽然台湾的疫情在中央单位的严密监控之下 成功的防堵疫情的蔓延 但是也造成了花莲有许多的观光风景区 没有游客的到来也造成了经济的下滑 凤林镇公所因此体谅民意 为凤林镇的公立市场摊商的减租金到今年的7月 让摊商业者相当的感动 从3月开始对不对 好感谢 都有帮助啊 有帮助吗 有 政长向万龙表示 经济不景气是大环境的影响 而在这一波的疫情还未明朗之前 为了让民众不会因为经济的关系造成压力 多方沟通协调后减租30%的市场租金 就是希望能够和民众共体时间 凤林来讲比其他乡镇我们游客也是相当多 但是目前疫情越来越严重 政公所体系这些汤山 我们所以说每个汤山的租金 我们都给它减30% 因为像中华市场中正市场 还有我们的客家美食街 我们一例通通给它减30% 我们体系汤山长年来靠这个生活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 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 所以减30% 在政公所来讲 也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但是汤山他们可能是不无小谱 所以希望说我们疫情赶快过 我们来给它减免 凤林郑公所也希望从3月到今年的7月 减少30%的市场租金 能够让摊商业者 不会受到疫情的经济影响 能够持续安心的摆摊 等到7月之后 再视情况来了解调整租金 记者林杰凤林郑采访报道 感谢大家 好